关眼了 我爸都等着急了 你这破车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上车的时候发现四个轮胎全都是坏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就在我今天要去高铁那接小朋友他爸爸的时候 突然发现咱们的站车轮胎上面全都是动物 都几点了 咱们还能不能出发了 小朋友 你先别急 我现在不是让人加急换车胎了吗 喂 爸 你别着急 我们这就过去 我爸说了 如果一个小时到不了 他就回家了 啊 千万不要 师傅 钱不是问题 抓紧给我换 最后修车师傅又喊了一个人 他们两个的速度应该会更快一点 兄弟们 经过紧急的小修 现在所有的轮胎差不多都快修理好了 小胖球 车胎现在已经修好了 走 咱们赶紧出发 去高铁的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扎的 我轮胎 我必须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终于到高铁站了 小胖球 这个礼品就到来晚了 给你爸的赔礼道歉吧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看看他在哪里呢 好 希望他爸爸没有生气 完了 小胖 他给我挂了 对不起 小胖球 都怪我 第一时间你爸搞得这么狼狈啊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 我爸肯定是生气回家了呀 你真的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 哎 你干什么去 等等我 你干什么呀 小胖球 这干子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哼 我爸都走了 你自己还打什么太久 拿两块拿带这去吧 不行兄弟们 今天我必须要查清楚 到底是谁故意把我的车胎给扎坏的 昨天我就把车停在了这里 附近也没有什么摄像头 你们说我该从哪里查起呀 哎 这里有一把螺丝刀 肯定是作案兄弟 旁边还有一个手套 只要另一副手套在谁手上 那个人肯定就是凶手 对了 人多力量大 我现在就去哈我奶奶来给我帮忙 奶奶 出事了 你孙子轮胎让别人给扎了 嗯 没有人在家 难道下地干活去了吗 前面那个干活的就是我奶奶 咱们赶紧过去 奶奶 我车胎在你家附近被人炸坏了 不过在旁边我发现了一副手套 走吧 别干了 给我一起去找找凶手是谁 哎 不是啊 你手上在的是什么 快逃出来让我看看